嗨!我是伊巴,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在英國的時候最喜歡的兩款軟湯 沒錯,是吃的那個軟湯,不是彩妝品 所以呢,如果你對今天的主題有興趣的話呢,那就請繼續收看下去囉! 然後呢,在跟大家分享就是好吃的軟湯之前呢,也是想要來跟大家閒聊一下 大家知道嗎?其實啊,我最早之前就是在分享YouTube頻道的時候,就是影片的時候 其實我最想要分享的就是關於就是我自己就是下廚煮的東西,然後跟就是好吃的零食 因為呢,吃呢真的在我的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我人生的嗜好呢,除了有化妝還有吃東西之外呢 對,都是一些非常膚淺的活動我知道,可是其實嗜好不是專長好不好 雖然也算是專長啦,Anyway,就是我非常非常喜歡這兩件事情 所以其實我當初在就是分享影片的時候,我最想要分享其實就是關於吃的東西的主題 只是因為呢,大家如果有看過我早期的影片,應該就知道 其實我一開始在分享影片的時候呢,還是有點不太好意思 就是在鏡頭前面就是露出來 所以呢,其實我想說如果是吃東西,或是跟大家分享吃的東西 可是沒有露出表情,好像有點不太對 所以呢,默默的就是頻道就是往那個彩中的方向走過去了 那所以呢,就是現在歷經了非常久之後呢,其實我還是非常的想要跟大家分享這個主題 所以呢,我今天就決定先來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最喜歡的兩款軟糖 然後呢,對,要先讓大家看一下這個軟糖的包裝好了 就是這兩包 等一下我會一一來跟大家就是做說明 然後呢,繼續跟大家先聊一下好了 大家不要快轉好不好,OK 好啦,我想要跟大家聊一下就是我的那個新髮色 就是大家看到就是,我的髮色就是變淡了許多 就是我在昨天的時候啊,就是到了就是下午,就突然很想要弄頭髮 那我就趕快上網搜尋一下就是台中還有哪裡不錯的那個就是美髮沙龍 因為我常常遇的那個設計師,他其實很忙 就是如果沒有找點約,基本上他都約不到 所以呢,我就趕快找一個好像也還不錯,然後就去染頭髮 然後呢,其實他是有幫我染,就是挑染 挑染在裡面,可是雖然呢,其實我自己下也是看不太出來 可是他說,因為他是幫我用退色劑加一點點漂粉 就是,因為漂粉如果用太多會很傷頭髮 所以他基本上是幫我用退色劑,然後再加漂粉 然後他就說要頭髮洗了幾次之後呢,那個挑染的部分才會比較明顯 希望呢,這個挑染的錢呢,就是花的值得 因為呢,我現在真的看不出來 大家如果有人看得出來,告訴我好不好 因為,其實我真的看不出來 好,現在呢,就回歸正題,來跟大家分享就是好吃的東西 這兩款軟糖呢,就是我在英國最喜歡吃的兩款軟糖 那為什麼說是在英國呢? 因為其實,在美國呢,我還有其他喜歡的牌子 就是各個國家都有喜歡的不同的牌子 那這兩個呢,是我在英國的時候呢,最喜歡的牌子 那這兩個牌子呢,也就是 就是源自於英國的糖果 這兩包,這兩包是不一樣的這個廠牌 先來跟大家分享這一個好了 這個牌子呢,它叫做Busset 然後呢,這個口味它的名字叫做Jelly Baby 所以你一聽這個名字就知道它是個軟糖,因為它是Jelly 然後呢,它是一個就是Baby的形狀 沒有錯,你就是在吃Baby 所以呢,它叫Jelly Baby 然後其實我會認識這包軟糖的這個過程其實還蠻有趣的 我第一次看到它的時候呢,是在埃及的機場 埃及的機場喔,就是那時候我也是去工作 然後出差回台灣 那時候我是從他們的夏姆謝克 就是他們另外一個就是 紅海的度假村要飛回到就是開羅的本島 然後那時候在等飛機 然後那時候是在他們免稅店逛 然後就,因為我很愛吃糖果 然後我軟糖又很愛 我就突然看到,欸這一包糖果我從來沒看過 也從來沒吃過 我想說好啊,那就好奇把它買下來 哪知道,我就一吃了之後 我發現天哪,超好吃的 可是我那時候就真的很呆 結果我就是也是覺得好吃好吃 可是我既然忘記就是把這個牌子留下來 寄下來,我就丟掉了 然後呢,就是變成我每次就是 如果剛好我朋友要去埃及出差 我就跟他說,欸你知道在機場有個超好吃的糖果 黃色包之後你一定要買回來吃 就是會講這種,就是忘記品牌 只能形容它長什麼樣子的一個牌子 跟大家分享 然後呢,就是在非常非常多年之後 就是前幾年我去英國念研究所 然後呢,就是有一次在逛超市的時候呢 突然就是看到,一片就是黃牆 竟然就是我最愛的軟糖 然後我看到它的時候我真的就是 心中就是感動萬分 因為那時候我真的就是忘記這個糖果 到底是哪一個牌子,哪一個國家 但是我看到那個包裝我就想起來是它 所以你知道看到它就有一個 喔,他相遇故之那種感覺 雖然它反而就是英國人 好,反正我就超開心的 雖然呢,我就買了好幾包 就是回我的那個住宿的地方 就是邊念書邊試 然後呢,就是它呢 就是陪我在英國 就是度過了非常多 就是無數的寂寞的讀書 好嗎?是讀書 讀書的夜晚 你知道就是每次很認真在這邊念書啊 或是寫報告的時候呢 就是手邊一定會有它 它真的超級好吃的 好,我現在趕快來介紹這包糖果 這包糖果,對,就是剛剛跟大家說的 就是它的名字叫Jelly Baby 然後呢,它的Baby呢 就是大家看到這裡 有沒有 它有不一樣的名字 比方說呢,紅色的叫做什麼呢 叫做Brilliant 然後呢,黃色就是Bubble 然後紫色的叫做Big Heart 那你看到是什麼顏色呢 它就是不一樣的口味 所以就是它有什麼 蘋果草莓啊,柳橙啊 然後還有葡萄或是藍莓等等 就是不一樣的口味就對了 就是都是超好吃的口味 現在呢,我就來打開給大家看 然後我跟大家閒聊一下就是為什麼 就是我已經就是很久沒有去英國 可是我還就是拿到這一包軟糖 現在打開給大家看 大家看不到對不對 喔對了,還有一個很大的重點 我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因為像其實,呃,在歐洲的部分 其實兒伏法呢 是比台灣就是又來的更嚴格一點 所以像他們的糖果的部分 其實就會規定的很多 像它這一包糖果呢 它裡面的顏色,它這邊就有寫 它的顏色是不包含天然的色素 它所有的顏色呢,都是天然的顏色 像你現在看到這個橘色 它是橘色,可是它不是非常的亮色 它是天然的果汁 就是原本的果汁,柳橙汁的那個顏色去做 它沒有另外再添加那種人工的色素 然後它這個糖果,軟糖裡面呢 也都是包含天然的果汁 所以其實比一般的,就是那些糖果比起來的話呢 它又再稍微的自然一點 不能說它是純天然 因為其實大家要知道,糖果就是糖果 它就是垃圾食物的一種 但是我就是愛垃圾食物啊,耶! 對,然後呢,這個 但是至少它的成分是有比較天然一點 然後呢,我現在就是 放在這個杯子裡面打開給大家看 就是這個軟糖真的超好吃的喔 大家現在可以看到,就是 它這個顏色呢,是真的都非常的天然 像它這一個呢,是這個 好像是草莓,還是什麼口味吧 對,這個是草莓口味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它現在這個軟糖 就是外面呢 好,這個呢,我先放旁邊 放後面好了 放後面好像大家還可以看得到 放這裡 然後旁邊這個是五十蘭 就是好喝的波霸紅 對,然後呢,大家可以看到它其實 這個呢,是有這個 baby的形狀,所以其實當下你如果想太多 你覺得它是個baby,你就會覺得有點可怕 所以你不要想太多 那它外面呢,其實就是有加一點點這種粉粉的東西 因為這個,我是有看他們那個網路上有說 因為他們工廠在製作這個糖果的時候呢 需要脫模 那脫模的話呢,就是加一點這個澱粉 或是玉米粉呢 就是它可以脫模比較 呃,糖果跟糖果之間比較不沾黏 然後它非常非常好吃 我現在打開給大家看 大家可以看到,我現在就是用力捏有沒有 它這個外殼的部分就稍微一點點變白色的 它是外層加了就是 喔,我現在吃得好醜喔 它就是外層喔 就是它是一層這個 軟的 是軟的糖衣喔 不像那個jelly bean 它外面是那種脆的糖衣 然後裡面是有點像這種 就是糖漿的部分 就是 超好吃 超好吃 就是它一整個是那種 軟的那種軟糖 因為像 有的軟糖呢 它是比較有Q度的 像比方說德國的那個haribo 就是那個gummy bear 它是比較有Q度的 可是這個呢 它是那種就是好吃的軟糖 就是 你也會覺得 它的口感是有層次 因為它外面是這種 有些有一層覆蓋的一層衣服 它不是糖衣 它不是砂糖 就是它是覆蓋的一層東西 就對了 它是軟的 可是裡面呢是這種 就是糖漿 大家這樣看得出來嗎 對不起 因為我現在 相機我沒有用自動對焦 不然 我那個相機自動對焦 它會一直嘰嘰嘰嘰很醜 可是大家這樣看 希望可以看得出來 它就真的是一個 喔 非常非常好吃的軟糖就對了 然後 加上這個藍色的口味啊 這個 這個就是那個 黑加倫 就是 算一種梅類的這個 我突然想不起來 對 就叫黑加倫吧 黑加倫口味的這個 軟糖 這個呢是 就是這個Jelly Baby裡面呢 我最喜歡的口味 超好吃的 然後呢 現在比較可惜的是呢 這個軟糖呢 就是現在台灣還買不到 可是因為我想說 現在已經11月底 然後其實 有蠻多台灣人很喜歡 就是在 差不多12月初 12月中的時候呢 去歐洲 那因為那個時候呢 就是可以感受一下 就是歐洲的那個 聖誕市集的氣氛 所以大家如果去歐洲 或者去英國的話呢 請去各大超市呢 去找尋它的蹤影 它真的非常非常好吃 你絕對不會後悔 那這個口感呢 也絕對是你在台灣 吃任何一種軟糖呢 都從來沒有吃過的一個口感 跟一個味道 真的超好吃的對 那它的價錢 常常就是 就是會在打折 如果它沒有打折的時候 我記得大概是一塊四英鎊 就是一包大概是六七十塊台幣左右 那如果它有在特價 大概就是一英鎊左右 大概就是四十八到五十塊之間 就是算是有一點點高單價的糖果 不過就是這個價錢算是在英國 就是還蠻普遍的一個糖果的價錢 對 這個呢真的很好吃 我真的強烈推薦給大家 而且它真的是一個英國的傳統軟糖 它是從西元的1899年就開始已經有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就有的一個糖果 大家去英國呢真的一定要嘗試這個 我也相信如果你問任何很多 就是當地的這個英國人呢 他們一看到這個糖果都會說 哦這是我從小吃到大的糖果 其實就是有點像我們台灣的那種乖乖的感覺 我相信乖乖應該是我這個年紀的小孩子 就是大家共同的回憶 像現在我知道有很多的小女生 可能大家只有十幾歲或是二十出頭的小女孩 如果是看我影片的這些女孩子們 可能就不太知道乖乖對你們的意義是什麼 可是它對我的意義真的 也是非常的重大 就是我們小時候生日呢都一定要買乖乖童 去學校請同學吃糖果 這樣子呢才有過生日的感覺 好我知道我今天廢話真的非常多 因為呢你知道介紹吃了我就真的超開心的 哦對然後我忘記跟大家講一件事情就是呢 它這個牌子Bossett 它還有很多不一樣的就是軟糖的口味 然後它其中有一個口味叫做Licorice 它是一個黑色的軟糖 那那個呢就是所謂的甘草軟糖 大家就是如果你看到它相信我 真的千萬千萬不要買 You don't wanna try it 它真的非常的難吃 我印象中甘草軟糖好像 最早的發源地 好像是在北歐的某一個國家吧 就是它那個味道真的非常的特別 非常的難吃 你不會想要吃它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很想要吃它的話呢 在台灣有個地方買的到 就是那個宜家家具 就是IKEA IK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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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有很多的說法 我知道 就是宜家家具 大家呢 它那個就是食品販售部 不是有那個秤重的那個軟糖區嗎 你可以從那裡找到就是它的棕裡 就是那種黑色然後有家型的軟糖 喔 超難吃 真的不要買好嗎 好 那接下來呢要跟大家介紹另外一個軟糖了 這個呢也是英國的非常非常傳統一個牌子 它的名字叫做Maynard's 然後它也是一樣就是一個出軟糖為主的一個糖果公司 這一家的那個軟糖呢它有更多的口味了 它有將近20種不一樣的口味 就是它有甜的 有酸的 也有帶砂糖的軟糖 也有沒有帶砂糖的軟糖 那它這一個 呃這個 糖果呢真的非常特別 它的名字呢 叫做Wine Gum 就是這裡 寫在這邊 它叫做Wine Gum 可是呢它這個糖果其實是沒有包含任何的酒精成分的 那它為什麼會取這個名字 就是因為呢 我還特別去Google喔 就說呢 這個創始人呢 覺得這個吃了糖果的感覺就是那種 呃吃完的那種開心愉悅的感覺 就很像你喝了一杯就是紅酒的那種感覺 就是非常的開心 大家都知道就是歐洲人非常的喜歡喝酒 然後英國的喝酒文化就是也非常的歷史悠久 就是對他們真的愛喝酒 好所以呢 對它就取了這個名字叫做Wine Gum 就是真的就是猶如喝了一杯紅酒般的快樂 快樂四神仙 好對所以呢 這個現在我一次拆給大家看 這一排的糖果啊 它也是歷史非常的悠久喔 也都是那種 嗯 西元18多幾年就有的糖果工具 就是都是有100多年的歷史那種糖果 然後它的那個軟糖也是一樣 就是 你看大家看 有沒有 它的顏色都不是那種非常鮮豔的顏色 因為呢 這一家它的這個軟糖也是都是採用這種所謂的天然色素 就是它是從果汁萃取出來 或是蔬菜 對蔬菜萃取出來的這種天然顏色 就我有看它的成分表 它上面這個萃取物呢 是有菠菜 紅蘿蔔 然後還有一些其他的蔬菜跟果汁等等 去做出來的天然色素軟糖 然後它也是就是都是含天然果汁的成分 那它這個比較特別 我拿一個比較淺色給大家看好了 它這個呢是每一個形狀都不一樣 就是有這個水果的形狀 也有像這個是他們品牌的名字的這個logo的形狀 或是像這個 有沒有 這個就是那個水果的形狀 雖然這樣看也看不太出來 嗯 對 然後像這個的話就是上面是一個小黃罐 然後上面寫一個M 嗯 對我知道大家可能有點看不太出來 不好意思 好就是呢 對 就是它上面有很多不一樣的這個圖案 然後我要跟大家說什麼 啊 糖果掉了 然後我要跟大家說的是呢 它這個軟糖是那種也是 不包含砂糖的軟糖 就是軟糖 比起來其實我比較喜歡吃這種 就是不包含外面沒有那種砂糖糖衣的軟糖 然後它這個呢是比較有嚼勁有Q度的軟糖 大家現在可以看到就是有沒有我的手這樣子拉 可是呢它又不會像就是那個 HARIBO就是那個 德國的那個小熊軟糖 一樣那麼那麼那麼的硬 它這個呢就是介於 德國小熊軟糖 然後跟我剛剛介紹的這個 Jelly Beans這個 不是Jelly Beans Jelly Babies 這個軟糖中間 就是 它 有一點點嚼勁 可是又不會染你的嘴巴很酸 就真的很好吃 然後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 它真的啊 吃在你的嘴裡有一種 很淡淡的那種水果香氣 然後又有一點點像是在喝那種 嗯 氣泡香冰那種感覺 就是有一種 很特殊的香芬芬芬味道 散布在你的整個鼻腔裡面 我真的沒有誇張 它真的 非常的好吃 真的不好意思 就一直在鏡頭前面吃給大家看 可是我真的很想要告訴大家就是 如果大家真的有機會去英國玩 真的一定要買來吃吃看 這個呢也是就是他們非常非常老牌 很傳統的這個糖果 然後呢其實我會認識它啊 是 我大概在十幾歲的時候我就認識它 因為我第一次去英國遊學的時候 是我十七歲的時候 然後我的寄宿家庭的媽媽的爸爸 也就是寄宿家庭阿公 然後他的孫女 不是我的寄宿媽媽的女兒 是我的寄宿媽媽的妹妹的女兒 好扯太遠 反正就是我的host阿公的孫女呢 就是買跟阿公吵說要去買糖果 所以就買了一條 這個呢它也有那種條狀的 大家等我把它吃完 那個很可愛的小孫女呢 就吵著阿公說 阿公阿公我們要去那個藏後店 我想要買那個糖果 然後買回來之後 我就聽到就是我的host的grandpa在抱怨 就說 啊我帶我這孫女啊去買糖果 回來呢他也沒有問我說 要不要吃一顆啊 要不要跟阿公分享 然後呢也沒有跟我謝謝 我真是太傷心了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 那你有問姐姐要不要吃 就是說問我 所以那時候他就轉過來問我說 要不要吃一顆 然後我就說 然後我就拿了一個來吃 吃了我就發現 哇塞 這真的實在太好吃了 然後我就偷偷大概看一下 就是他手上拿的那一條的那個糖果紙是什麼顏色 然後之後我就是那個去超市核對 然後那時候我就發現 天阿這個軟糖實在是太好吃了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很可惜是呢 其實它這個真的是一個非常英國經典的一個軟糖 可是呢台灣都沒有人引進 我真的很希望就是哪一天台灣也可以引進這個糖果 真的太好吃了 然後我剛剛好像忘了跟大家講 就是為什麼我已經就是從英國回來這麼久 我還有這兩包軟糖 就是因為呢就是 我朋友就是他去英國出差 然後呢我就是一看到他去出差 我就非常的不要臉 跟他說 欸你幫我買這個軟糖回來 我就說我買越多越好 那他回來就跟我說 你這不要臉的傢伙 你知道我提的你這些軟糖 就是這樣子出差 這樣子走走走走走走 有多累嗎 就放在形象裡面也是很重 對 所以呢真的非常感謝我的好朋友幫我帶回來 他真的很好吃 以上呢這就是今天的分享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個全新的內容 那其實我覺得介紹這些 國外的新奇的好吃的零食的這個想法呢 就是跟我在介紹的彩妝其實是一樣的 因為其實我就是非常喜歡 嘗試一些國外 可能在國外很知名 或是非常有趣的一些開下品牌 可是台灣可能比較難買到 然後或者是可能台灣也小有名氣 可是你從來沒有用過 可是不知道到底好不好用 可是跨海買好像又有點風險 所以呢我就先 對犧牲小我 好啦講的好像自己很偉大 沒有啊就是我自己也是一個很喜歡長鮮的人 所以呢就買來然後呢 順便跟大家分享就是我的心得 那其實呢在分享這些零食呢 我也是抱一樣這樣的心態跟想法 所以呢希望大家會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那如果你想要看到我就是更多的好吃的零食的分享 不管是台灣的或者是國外的話呢 那都請大家呢給我就是這個影片一個讚 或者是呢你可以在留言在下方呢 告訴我就是你想要我試吃什麼東西 那對歡迎大家多多留言給我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見跟問題呢 也都歡迎留言給我 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的話呢 別忘記幫我按讚跟訂閱我的頻道喔 那我現在有臉書專頁跟Instagram了 所以呢歡迎大家來幫我按讚跟追蹤我的Instagram 那就先這樣子囉 掰